另一方面财政部承认税收和价格波动 特别是物流和燃料方面等可能影响物价 但是涨幅相信会维持在可控水平 政府也会谨慎并设法减少对生活成本的冲击 而且在维持国家财政永续的同时 不会让经济增长势头受到影响 传言界政府实施税收改革并重组补贴支出 尽管通货膨胀率没有映射出物价剧烈波动 但是在野党认为人民的生活成本着实摆上加金 对此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今天在下议院问答环节坦诚 税收和价格波动特别是在物流和燃料等都可能影响物价 有鉴于此政府采取谨慎的态度并探讨各种机制 尽可能减少对人民生活成本的冲击 此外为了保持物价稳定 政府也采取其他积极措施 例如设法确保必需品供应充足 与此同时不成致力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前提下 维持国家财政永续 财政部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有望从去年的5%降低至4.3% 至于明年一如最新财政预算案所预测 可能进一步降低至3.8% 不可能进一步降低至4.5% 相当于是いる人生活成本的网站 有冠状限制作用的地方 不可能进一步降低至4% 是最新财政预算的 最新财政预算数预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